嘿嘿嘿我是Ryo 大家好我是Ryo 接下來看法蘭克的對上馬雅 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 好首先我們來看地圖上 這個超級隨機有什麼不一樣 超級隨機喔 顧名思義喔 這個地圖每次成型都是不一樣的 包括這個資源還有初始的一個建築物 有些超級隨機一開始就有城堡 還有這個兵工廠或是軍營之類的 都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模式的 這場超級隨機看起來是沼澤地形 這個沼澤地形完全沒有魚 這個沒有魚就會有點尷尬 這個湖該造船也不該造船 但造船又有個好處 這個在沼澤上面造個漁港 這個好像也不能蓋 有些沼澤地形的東西是可以蓋漁港的 這個漁港一蓋的話就可以蓋這個自暴船 這個中間的控制力就很好 好 那這個沼澤最大的特點就是 這個中間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大家呢你想要圍死的話 就只能從這些族職林地地帶 去圍起來自己的家裡的防線 所以算是挑戰度跟阿拉伯蠻像的 只是差別在於這個阿拉伯中間 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看起來是這樣子 除此之外這張地圖 看起來是比阿拉伯的黃金更大量一點 所以可以打更多各種各式各樣的花樣 例如法蘭克可以玩個大爆金時代 玩什麼法蘭克遊俠爆啊 然後再加上紫斧兵火槍兵啊 哇 什麼黃金兵的我全都出 好 那種超級大撒幣玩法 這個就是超級隨機的好玩的地方 好 那稍微來講兩方的地圖好 看起來目前瑪雅是前期是過得最滋潤的 因為這邊黃金都算是滿裡面的一個位置 而且果樹也都算是正後方跟斜後方 正面上沒有什麼太多重要的資源 除了這個路以外 這個路在前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瑪雅只要搞定這塊路區 問題就不大了 好 那法蘭克的話正好想法 果樹都在前面黃金也是 但還好有一塊是在右側這裡 所以算是還能玩 好 那路的話就比較香一點 就在這裡 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 我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趕路了 我就會想要去拉三隻村民 然後去插個模範 直接吃這些的路 這個不是路 這個是原羊 我不會念 去吃這個羊 三隻村民去吃就好 四隻很太多 那蓋個模範就可以慢慢在那邊吃 那刺猴呢 趕快去看地形 因為這個是超級隨機 玩家是不知道是我們這個 有一個上帝視角 不知道這個地形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路我基本上 不會去用趕路的方式去吃 我是插這個模範 然後吃爆它 這六隻路吃起來這個價值不菲 一隻路你三個人去吃好了 可能一個人可以拿到120肉 或是100肉 少說100肉好了 六隻就有600肉了 而且只要三隻村民就可以搞定 所以這個前期的經濟就估算了 算是需要去自己斟酌的 視野跟趕路之間的平衡 要自己拿捏好 好 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目前瑪雅這邊要把這個 用均勻的方式 然後把右邊先圍起來 我缺手 這裡是這樣該這樣 然後選擇打一個棒棒快攻 那有些觀眾會問說 欸這個棒棒啊 到底什麼時候打比較好 那我學一句老人講的話 你想打的時候就打 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好的 但有一些前期黑暗時代 就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打會更好 例如什麼 日本啊 日本這個 風天時代攻速加33% 變成那個裝甲之後 拆建築物效率極高啊 那個傷的非常的猛啊 或者是保加力啊 之類的 就是一些裝甲步兵 前面有加成的一些文明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也不一定 一定要有加成才可以打 例如你玩什麼法蘭克啊 或者是匈奴啊 也是可以打棒棒的 反正你只要覺得地形不好 或者是你今天先行不好 或者是你今天被女朋友甩 或者是突然交到女朋友 之類的 可以慶祝一下的時候 都可以打棒棒 那你想怎麼打 就怎麼打 打到你爽為止 欸 所以這個棒棒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局限性 但是就是這個 出的時機要創好 然後記得要按那個 堅守崗位喔 不要讓他自己亂跑 因為棒棒最大的威懾 就是他鬍子的時候 只要他一死了 敵人就可以放鬆界限 就可以好好的發展 欸 這邊一個村民反殺刺頭 欸打得不錯啊 這個瑪雅前期 所以說把家裡都圍好了 然後前期還出這個棒棒拖延時間 那 Jordan喔 是法蘭克 法蘭克 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 欸 欸 我以為他會蓋這個模仿 欸不是 蓋這個採礦工地啊 他居然沒有錢去吃這個鹿肉 好 那法蘭克這邊是打赤猴開局喔 那赤猴的話就會很難解這個棒棒囉 那你們稍微看一下喔 我剛講的這些細節喔 如果你看這個瑪雅 如果封建十代 去點這個 封上封建十代 去點這個裝甲三級的話 如果又是日本 這砍的速度超級噁心的啊 然後反恩克如果又出肉馬來打的話 可能連裝甲都打不贏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棒棒喔 最好是打這種 後邊加成的還是比較香一點 但沒有的話也沒關係喔 本身的壓力就是 也是給的很大 那目前看起來瑪雅這邊 有可能是想要打個黑跳城 經濟資源分配看起來是 黑暗時代為死 然後準備來跳這個城堡時代 所以這個戰術喔 算是以前阿拉伯蠻熱門的一個高端戰術 基本上你會這一招 你就可以打上一千九百分了 在以前啦 現在我是不知道 那這一招呢 是比較適合比較好圍的地形喔 像瑪雅剛剛說的喔 這個地形 只要這邊圍好圍好 家裡並不上沒什麼漏洞的情況下 來挖一挖石頭 然後再去靠這個市集買賣 或者是直接挖一堆金喔 然後直接買肉上層都可以 那目前看起來瑪雅算是 蠻標準的一個開局模式喔 那這邊以上銅箭時代 這個市集跟冰工廠 可能會馬上就蓋一下 那這個可能會讓這個挖石頭人去蓋 所以這個比較經典 因為對手在路坎 那這邊應該會馬上蓋下這個冰工廠 或者是市集 那看一下會蓋什麼呢 這邊沒有要來蓋我盤 是直接先修 然後把這個市集蓋在右側喔 這個是有點小心機喔 沒有把這個市集蓋在他眼前喔 讓對手不知道他黑跳城 但以Jordan這個資歷來講 他應該也知道了 十之八九不離死喔 對方肯定是黑跳城 所以這邊這個肉馬 還是想要盡可能去探取更多的資訊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地方有蓋這個冰工殘戶市集 因為畢竟 這個市集蒂果有太多打法了 你沒有看到相關證據之前喔 他有太多的變化可以選擇 例如在野外藏這個射箭長 長弓兵啊 突然偷偷射進去啊之類的 很危險的 這個戰術非常多元 所以Jordan也算是比較謹慎一點喔 並沒有馬上 判斷出來 但是他應該也是先拆他的黑跳城 所以這邊已經看他純肉了 要來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這邊喔選擇是拉山村 然後遠程採鹿肉的一個吃法 那這裡有個問題 像這個鹿啊比較近的一個情況 這個還有九塊肉 你看他有沒有吃完 那三隻村民就走回去又再回去 那就可能他又要再吃一輪 然後又再吃個五個肉 又把肉放回去 這很尷尬 像他這樣子吃完這一隻 然後再回去 然後再吃另外一隻全新的 這看起來是有操作過的樣子 看來是有去手工操作吃羊肉這件事情 好那這邊有一隻蜥蜴 蜥蜴把它吃掉 好那這邊馬雅 戳兩隻戳戳 來截這個四頭了 戳不了了 應該是戳不到 這個Jordan的空兵能力也是不錯的 好右邊這邊看到 果然是可以跳城 這邊4G東京蓋好了 好 好 中間的位置 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直接硬蓋起來 馬雅看起來是要打一個 喔不是馬雅 這個是Jordan Jordan Jordan看起來是要打一個騎士強攻 欸結果 Buzz 這個Valence Valence 這叫Valence Valence他也是一位很厲害的一位 算是職業選手 算是有職業實力的玩家 他應該是職業啦 應該不是 不肯 是根本就是職業的 呵呵呵 他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玩家 我記得他也打贏好幾場 Grandmike的比賽 所以他的實力也是 烏龍小店的 那他的打法非常厲害 黑跳城這邊是有挖石頭的 一上城堡馬上出這個 羽毛劍射手 那羽毛劍射手對馬雅來說實在太強勢了 因為他這個 造價便宜 然後跑速又快 可以算是一個馬攻單位 但是他又不是馬攻的屬性 雖然你用這個長槍兵去戳這個羽毛射手 是沒有這個外傷害的 那個馬攻最大的詬病 就是怕疾兵跟戰馬 這個屬性就少一個馬的屬性 所以被這個戳戳打住 衝不癢 而且還counter這個疾兵 但是一個細微的馬攻細節 但是馬雅劍射手的跑速就是這裡 雖然這個跑速給這個馬慢了一點 但還是蠻夠用的 而且他本身的這個血量就已經很多了 50滴血 然後在身上精銳的話就到65滴血 本身來說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造價又便宜 然後這邊造了一堆頭車跟母炮 看來要直接用工程去強打對手的馬雅射手 那這樣的一個選擇的話 就會蠻吃操作的囉 原對手馬雅劍射手 本身接中心就比較快 一個大量的話 還是可以馬雙鏽光的 那這邊 Malance Malance 再繼續確認一下 Malance這邊的話 最大現在的目的就是 要趕快把這個 羽射手 量蓄起來 這個量一蓄起來的話 才有機會去秀我說 剛剛那些操作 所以這邊千萬不能被抓到 還是被砍到一下山 欸應該會死一隻 對死一隻 好那主要部隊回來 回來之後 來到13隻的單位 那羽射手要繼續出 不能斷了 好羽射手要一直按一隻按 好 那這邊除了在按的同時 那家裡的經濟也要發展 現在的CADGE是2TC 然後一修到院打法 那這個打法 確實也比較適合現在的局勢 因為這邊對方出騎士 最好還是要趕快去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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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了 做一個秀道院去招想騎士 一個打法比較好 哇這邊好像沒有空到 這些 蠻亞魚射手損失有點慘重 血量也掉的非常快 這個羅炮加這個 頭車的一個打法 算是比較 有威懾力的 但是我覺得 沒有人死現在不能陸入他的陷阱 要趕快把自己家裡圍死 然後再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趕快用這個魚射手出去鬧法輪客的家裡 去抓對方的村民 會更好一點 因為工程器他的詬病就是 機動速度不夠 所以你要利用自己有機動性的情況下 然後去抽對方的村民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把自己的兵放在家裡也不是一個辦法 那這個方式要走很簡單 只要不要讓騎兵進來 家裡只要放個工程器製造所 頭村戶頭就搞定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一講完就出去了 好 那瑪雅宇宙手一出去 可是這邊TG快蓋好了 所以這邊應該沒辦法這邊進去 但是這邊 結果法蘭克這邊 也是有在撿遺跡的 高手之劍 終於有思考到要撿遺跡這些事情 好 那瑪雅這邊偷偷出來挖金礦 那這個遺跡應該是沒得撿 看起來瑪雅有點被壓在家裡的感覺 那這裡還有個遺跡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有個遺跡撿到之後就不錯 好 那瑪雅宇宙手直接走進來 但是這裡只有毛病不是戰毛 哇 戰毛被射了一下 直接藏在地上衝 大量的宇宙手直接走進來 利用瑪雅宇宙手的機動性 直接射進去了 哇 不用說中了 還是要射進去比較舒服 沒錯就是要這樣射 一直射一直爽 哇 又射了三隻村民 四隻五隻 五六隻 七隻 哇很張殺了六隻了 哇 六隻村民 血灰 目前喔 法蘭克這邊村民出來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是騎士回來救了 騎士回來救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畢竟這個 十字雖然是蠻多的 但是問題是沒有二防喔 馬尾射手修點操作還是可以收掉一些騎士的 然後呢 這邊繼續在修操作 騎士可能又被吃光嗎 馬尾射手的血量其實蠻多的 這樣慢慢砍 還是沒有那麼好砍的 但是有二防的話就會好一點 哇 這個騎士基本上快秀光了耶 呵呵 哇 這個走A 很像那個星海的那個機槍走A有沒有 所以我很多一些玩星海的玩家喔 來打斯伊利果我都很建議他們玩不列顛跟瑪雅 跟瑪雅 我跟你說這兩個文明很像那個星海的 人類機槍兵阿 走A機槍 你們一定會愛上這個文明 然後我看很多新手直接玩這個瑪雅跟不列顛 哇跟鬼一樣 走A常攻兵 走A瑪雅與射手 超級厲害 好 這個射得掉喔 欸 亞聖武帝 這個 細節 做得不錯 看這邊又抽到幾村 有點傷 彈道雪沒有好 那剛剛如果瑪雅這波進去彈道雪有好的話 可能死傷更慘重 好 那工程器沒有往回家撤 而是在前線繼續壓制這裡出來的 欸 這裡本來想要踢地板就沒踢到 聰明 本來被聰明霧阿 本來這個是可以投到這個瑪雅與射手 有點可惜 好 再踢個地板 欸這次有踢到了 欸前面的帶頭的羽射手 可以直接被踢到殘血 那這裡直接一個騎兵秀操作 能秀到嗎 啊還是吃到石頭了 哇 直接被這個石頭給砸爛了 那個騎士喔 還是 被擊火的話還是會被這個頭車給砸爆的 好那兩邊都順利點了 帝王十代 瑪雅比較早一點 因為剛剛這邊法蘭克有點被騷擾到一點 所以這邊有點 化了太多肉 在這個騎士上 所以這個攻略賽 亡點了一點 然後這邊也有可能是開了4TC在運轉的關係 所以這個肉量也有點跟不太上的感覺 那目前看起來瑪雅這邊算是一個標準3TC開啟 所以上帝用的時間會早也是正常 好 那這邊瑪雅與射手馬上就點一下三級射 三級射要點一下之後趕快就成到300肉 成到300肉要來點這個化學了 點這個化學是很重要的 好 化學補下了 一講我就補 好 那這邊法蘭克 二級蛙精也點了 這個細節 這個上帝王十代的中間時間 這個蛙精技術也要點了 這個二級蛙精沒點 你這個遊俠就更難出了 因為你的蛙精量更少 要想要辦法發大財的話 還是要多點這個蛙精技術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二級蛙精的文明 在這個中後期的優勢上會蠻好一點的 尤其是讓這種超級隨機的地址 就是黃金量夠多讓你挖的情況下 這個二級蛙精 點下去之後這個非常猛 哇 這個法蘭克該不會像我說的一樣吧 什麼都要出大傻幣玩法 騎士紙 紙補兵都出啊 好猛好猛 這個就是超級隨機好看的地方 就是黃金兵種 特別多 不會看到後面像阿拉伯 各種垃圾兵大戰 看誰性太先崩 誰就出喔 好 那這邊 美蘭斯馬上把這些三級 遠防也點一下了 這個鎧甲一點完之後 防禦是遠防有5喔 那我記得好像他 點了精銳之後 遠防又會加1耶 所以應該最終遠防應該是6才對喔 OK 那這邊現在5加4 傷害已經到最高的 攻擊力9的一個瑪雅與射手 現在要來風箏其實也是相當容易的 但是這邊騎士精神點下了 法蘭克的騎士精神來了 騎士精神一點下之後 法蘭克的騎士爆 非常誇張 速度非常效率非常好 好 但是這邊 我看法蘭克應該是有點想要去 存點黃金去點遊俠的 騎士並沒有一直按喔 這邊有點斷騎士 但我不確定這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目前法蘭克 現在要再利用一些操作 用第一隻陣子去賭這個箭矢傷害 那這邊要等三防一毫 就要來硬上喔 還有這個重裝 OK重裝三防一毫 防禦16直接硬上 防禦16的情況下 羽毛射手 打他只有3滴血的傷害喔 只會被鴨子打而已 所以這個騎士爆 就可以當作衝出來了 開追開追 欸 結果這邊蓋燒戰 被抓包 哇 躲了一個小洞 欸這個小洞不錯 血就磚 真男人 好 磚出這個血之後 就要繼續燒了 欸 這裡要被包夾了 完蛋 後包 哇 這邊Jordan包得還不錯喔 但是有點小失誤 馬上把這個堵口給堵起來 哈哈哈哈 哇 這個細節滿滿阿 這一場 很多細微差不多都在這場出現了 好那這邊羽毛射手只剩下8隻了 有點少量 那基本上這邊是一些騎士 應該可以順利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看一下中間喔 中間這邊巨頭已經開了頭了 三台巨頭來頭這邊城堡 但是這羽毛射手直接硬抗這個箭矢傷害 沒有問題 剛好說到 這個羽毛射手 本身抗箭矢的能力是比較好一點的 所以你看這個被射喔 其實沒有像一般的那個 奴婢喔 血量測得那麼快 好那這邊三隻生女直接開始硬招 能招到兩隻嗎 一隻 可以嗎 欸沒辦法 這邊招搶的速度也慢喔 因為這毛巨頭又 控這個羽毛射手 這並沒有招搶不到 但是這邊 設立沒有空啊 有可能要吃箭矢 差點能被射到 就這樣 好那巨頭三台應該是能拆得掉的 但是這邊 拉了快20寸喔 快拉20寸 情況下是有機率修回來的喔 這邊這邊只要高達15寸左右的話 就可以了 這裡16層差不多 好那這樣16層 英雄開始修了回來 但是這邊法蘭克遊俠已經也好了 遊俠一號的情況直接硬盤上來 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麥爾先把這個文化給射死了 但是自己三家巨頭也倒了 但是對方城堡也爆了 哇這兩邊的破壞非常精彩 那這邊法蘭克應該算是也是小虧喔 因為法蘭克本身城堡 照價就比較便宜一點 照價比較便宜一點的情況下 其實損失一個城堡也不算是太虧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邊金瑞羽毛射手也已經升級好了 那防禦來到了2加4遠防6 但是攻擊一樣是維持久的狀況 這個羽毛射手最大的弱點就是 他本身的基礎傷害是比較低一點的 好似乎像這邊是一個6加4的一個傷害喔 是5加4而已 但他的優勢也是很快 目前看起來 馬雅這邊要一直出羽毛射手有點困難喔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搓搓出來比較好 光射的方式其實很難射掉這些遊俠了 因為遊俠本身的遠防是很高的 血量又多 而且他也是192遊俠了 這個不能太小看 哇這個一小看之後 加以這裡整個直接BBQ啦 加以一個超級BBQ的狀況 但是Lynx還是沒有決定要選擇出這個疾兵 而是要選擇用這個羽射手 去做一個抵抗 用羽射手來抵抗的話問題就會很大喔 因為這邊羽射手本身攻擊就比較低 雖然是能追到遊俠喔 雖然也不能說是不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但是沒有疾兵在前面坎 這個羽射手一直被遊俠打喔 損失數量還是非常慘重的 好那聰明樹目前是135坑打地111坑 那前面這個城堡應該燒掉了 火炮三台應該是修得回來 大家要看一把拉更多聰明來修 哇這邊沒有先滴木槍繞了一下路 可能會來不及喔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可以 可以嗎聰明來補上 應修 大量聰明進城堡喔 那進城堡之後 沒有聰明可以繼續維修城堡 被恩斯可能要被192遊俠衝爆了 那這裡還是沒有繼續出他的一個疾兵喔 家裡也沒有農田可以有肉產生疾兵 192遊俠要直接砍爆全場了啦 遊俠再繼續往前貼 這個羽射手雖然數量只有21隻 哇很慘啊 基本上到這個時間點應該要有60隻的羽射手 但羽射手數量實在太少了 這個量順不起來就是個問題喔 因為羽射手的屬性跟馬弓沒那麼兩樣 馬弓一定要大量 去大量去得起來才會有效果 那看起來這邊強攻Jordan非常的 非常的 壓力非常的好喔 那確實讓這邊羽射手數量一直齊路來 那就有點難抵抗這個192遊俠的攻勢 好 更多的遊俠繼續走進來 而且這一場是超級隨機的關係喔 地圖上我相當多的黃金 法蘭克挖金礦的村民來到45個 超級多啊這個地圖 黃金有夠多 但是Balance也是喔 他的黃金量也是蠻多的 但是跟法蘭克這邊比喔 還是稍微遜色了一點 而且本身自己沒有疾兵的一個情況下 也是不好打的 現在只能靠羽射手 沒有農田可以去收成肉 沒有肉就沒有疾兵 沒有疾兵 騎士就要如何解 只能鑽洞 鑽洞的話就解不了 而且這個火炮直接一打這一堆 那羽射手 哇 砸到了 羽射手直接被套擊 哇 全部殘血 被殺光營火 打兩羽射手又再度被包夾 火炮 加上 劉霞的一個包夾 讓這羽射手 兵臨崩潰 Valance 打出了 GG 哇 兩邊真的是 算是打得還不錯喔 但Valance這邊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出這個幾兵喔 不然他前期的策略打得算是非常不錯的 但後期有點敗事被Jordan抓到了一個進攻時機點喔 那進攻時間點也確實讓Maya沒有時間 有足夠的 戰爭時間喔 去換取更多的肉 然後來轉出他想要的兵種 呃 這個 開明點喔 要怎麼進攻也算是蠻關鍵的 嗯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喔 兩邊的經濟發展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 那差異點應該是 欸 這個Maya是不是沒有點那個啊 手推車 呵呵 欸 Maya沒有點手推車是不是 來我們來看一下 欸 難怪 難怪Maya這邊 很窮啊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他肉會這麼衰啊 原來是沒有點手推車啊 好啦 那看起來這一場 最大的原因是出來手推車喔 經濟上的部分 那 法蘭克爾這邊 而則是 該點都有點喔 那手推車也有點 那這個 三級年前本身他自己就會有的 所以這個點不點不是重點 呃 算有點三級目啊 這個三級目也是快到G的時候才點的 他可能也覺得很納悶啦 為什麼自己那麼窮 呃 他應該之後有發現喔 這裡手推車沒有點到 呃 那有時候 就算是這種直接選手 這種失誤也是會 蠻常看到的 所以也不用太大驚小怪 就是大家 人人都是會失誤的 所以這是一件 需要去克服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你在大戰的時候 自己家經濟就會 控的不太好 呃 當你發現經濟不好的時候 也是為死亦然 所以CD國這種 經濟科技喔 能有空點的時候就點了 因為你之後可能也不會再去 注意這個經濟科技的發展 所以這都算一些小小的遊戲細節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